保险是很多家庭都离不开的一笔之处 虽然保险看似没用 但是关键时刻的确可以提到 救其救命的大用 买车的时候大家都买车宝 除了购买相应的交强险 第三责任险也是必须要买的一种保险 那么第三责任险买多少比较合算呢 是选55万还是选100万呢 下面小编就带你分析分析 在交强险出来之前 三折险还是强制要求的 而在交强险出来之后 三折险就变成了一种可选择的保险 尽管三折险不是强制性的保险 但是小编建议大家还是要买 至于买多少 还是要根据以下两个方面来综合考虑 第一方面就是自身的经济能力了 如果自己的收入比较可观 多花点钱在三折险上也无可厚非 钱够的条件下 当然是买100万的三折险 甚至可以买更高额度 只要有钱 想买多少保险随便买 而如果你的收入并没有那么理想 那么可以适当减小一下三折险的额度 买50万就够用了 不要因为一个保险而背上过度的经济压力 买保险的时候可以通过电销投保 或者网络投保来省一些钱 第二方面就是根据当地的城市了 如果你在一二线的大城市 尽量还是买大份额的三折险 毕竟车流量大 好车也多 如果不小心刮蹭 大份额的保险还是比较好理赔的 这个时候可以选择100万的责任险 而如果你是在三次线的小城市 车流量比较少 生活节奏比较慢 因为这样的小城市 发生满足三折险领培的情况并不多 而且也不太容易发生事故 总的来说 三折险还是要靠自己的经济能力 和当地的交控状况 如果自己钱够 当地车多 可以选择100万 反过来选50万的就足够了